杨硕因在节目对儿子太严厉遭骂 看到他的回应,网友求生欲满满 对于里面杨硕和他的儿子引起了很多人的热议 杨硕的儿子杨宇晨是一位长相非常帅气 而且比较内向的一位小朋友 并且杨硕在里面表现的也是十分的严厉 而且在采访中就能够看出他的儿子 不是很喜欢他的爸爸 况且是一个孩子感觉杨宇晨听到他爸爸的严厉呵斥之后 都要哭出生来了很多网友都看不下去 就在弹幕中说杨硕 可能每一个家长都有每一个家长的教育方式 只不过杨硕因为工作时间比较久 所以和他的儿子相处时间比较短 在教育方式上还不是特别的得当 而且他在采访中自己也说 至今都没有学会去如何当一个爸爸 杨硕在面对网友的批评的时候更是特别的细心 而且他在网上发的这段话可以看出求生欲满满了 因为很多网友都跑到了他的老博社交平台上去评论 所以他也站出来发言